從光地馬拉穿越邊境里達森佩特蘇辣轉車 從光地馬拉穿越邊境里達森佩特蘇辣轉車 這裡是洪杜拉斯第二大城人口80萬上下 史路斯基因作為西北農業集散第二星期 城市在近代已經載重香蕉與鐵路的運輸貿易 而經濟飛躍成長 但它卻是世界上廢戰區中最危險的城市 近幾年來數一數二 這裡是中美洲毒品槍制的主要轉運站 這裡的謀殺率也是世界之冠 有成世界謀殺之多 再者有洪杜拉斯最大的巴士轉運站 長途巴士會有警車前導開路 城內移前一後配備兩位軍人 屏障普通保全配備警棍已經算謹慎 配備短槍情況大概已經比較緊張 但洪杜拉斯等面的蘇辣跟首都太可惜了 商家門口保全都是配備自動步槍 就連咖啡廳甚至文具店 都是這樣的基本配備 在這裡要安全的話 必須要把自己關在房屋子裡 家家戶戶少不了的就是鐵欄杆 晚上如同工程沒有人會出門 這天我們很安心的從瓜里亞巴 搭了近19小時的巴士 逐漸乾淨盆地的點點星光環繞 總算也抵達洪杜拉斯首都 Tesco Carpa 製造美麗夜景是我對它的第一印象 首都跟Sanbeto Sura的摩沙律 時常全球排名數一數二 警車陪同抵達目的地後 旋即離去 我搭上相機組裝車 沒有車把的計程車 令我對這城市印象崩壞不少 晚上的首都也能是個空城 沒有一般市民隨意在外顯化 晚間還是不要隨意外出是最安全的 宏杜拉斯國土是一萬兩千平方公里 門口850萬人左右 觀光資源還是以北部濱海度假島嶼 較為熱門且安全一點 首都Tesco Carpa是個山谷的地氣環繞 上下起伏的山丘地勢 搭車時也令人倍感新鮮 世界行進的路線總是會捏麻冷汗 改天依然是個生氣蓬勃的城市 沒有夜晚那麼的詭譎恐怖 市區內的房子多彩 但是破舊許多 擁擠的市區巴士 充滿準備上班的人潮 援助台灣的國旗飄洋天際 地圖中美洲的宏杜拉斯 雖然是自然最危險的城市 但也是我們目前2019年 僅剩16個方教國旗中之一 或許這是個歷史印記 排上照 留念一下吧 要四處走走最好也在白天市段 現在距離的新鷹大樓對比屏幕差距是兩岸清 在沃拉斯也因為貧窮不少人會加入幫派 甚至晚間路邊還可以看到直接身上衣 露出那類著客的女郎 來到摩拉桑主街上是比較有整理的市容 今天來洪杜拉斯整頓治安 企圖要擺脫全球治安最差的名聲 當地人普遍還是會千萬有武警駐紮的百貨商場內光街 在路上突不顯幻光街 可能還是需要時間改善才能增加實名信心 來到洪杜拉斯拜訪當地菜社 排名推薦第一的餐廳 Ao Patio 外觀有著Maya印象裝飾 突兀的門面招牌 曾經正商名留宴請之地 道地的口味讓人一再推薦 諾大的內部餐廳格局 美洲的燒烤料理 炸上椒 酥脆 不油膩 搭配起司粉 鹹香口感非常下酒 木炭桃盆的溫火盆煮玉米糊 拌上紅豆泥 鹹鹹豆香口感非常獨特 在頂上有名的拿手總統牛排 用味蕾擊下對這城市的意象 環境小爐是同時 夜色緩緩來臨 繩子氣氛開始慢慢緊接起來 而夜景卻讓我死去戒心 美麗卻在我們闖進的回憶裡 我是台灣人 我是Cookie 我在紅豆拉斯 靠近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